主席辛苦了,到中午了,本期简单的问题想请教一下陈主委 请同位陈主委 蔡委员好 主委辛苦了,都没休息 那么先跟主委请教一下 花农种花是要给自己欣赏的还是要给消费者欣赏的 当然要给消费者欣赏 所以花农的花是要卖到消费者比较多的地方去 不是说卖给自己生产者比较多的地方 所以花博也好,花会展览 花农推销的据点和活动 当然要在消费者最庞大的市场上来办 有人建议说要到生产区里面办 经济学没有念懂的话,你不要听 听了会害了台湾 会害了台湾的花农 我看什么展览 比如说兰花 兰花的主要是 你技术交流的展览是农民自己看,那当然理所当然 国际的 针对消费者办的 那个性质就要有所区隔 推销市场 没有哪一个电脑公司会把展览馆盖在工厂旁边 都盖到新一计划去都市里面去了 消费者在哪里,就推销在哪里 所以有很多人经济学没有念通,不要听他的拜托 在台北市办花博绝对正确 因为台北市是花费消费人口最多的地方 你前途有哪个比台北市消费人口更多 这件事情闹了好几天,你还不晓得他是不是农民? 我不晓得他是农民 没有啊,我要告诉你,屏东县政府认定他是农民 所以啊,他可以继承农地 所以他可以,这个像国家租有农地 我得到的情报是这样的 那到今天你还不晓得他是不是农民 这么有名的农民都不认得 那其他没有名的农民,你根本就看不上眼了不是吗? 我继续可以听 刚才我咨询过财政部长 我问了苏嘉贤这个农民 他有农牧所得,因为他交给人家耕种 有农牧所得 财政部长明确告诉我,农牧所得不克税 对,这个是 财政部长明确告诉我 苏嘉权的豪宅农社不用缴房屋税 也不用缴土地税 这是对的 都对了,好 苏嘉权继承他家的农地 也不用缴纳遗产税 这个农地的继承 是不用缴几十岁 苏嘉权如果哪一天把他的农地卖给其他的农民 也不用缴任何农地交易所得税 所以苏嘉权就一个农民来讲 他的农业所得税不用缴 他的农业财产税不用缴 他所有的税 通通因为农民身份所产生的税 不用缴税 我讲他以农民身份的苏嘉权先生通通不缴 这是依合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 对不对 合情合理啊,我们有时候不对啊 依规定可以不缴就不缴啊 农地继续做农业使用 对嘛对嘛,他当然做容易使用嘛 当然偶尔做木地的话有点怪怪 重的是人不是树木啦 可以接受啦,我基本上 我可以接受,我不想过可以接受吗 我们台湾人的风修就是这样 我现在征入的不是重点,稍安污造 我现在重点是 苏嘉权年纪大了以后 他可不可以领老农年金? 他假如有参加农保 他是农民资格 他农民大概可以参加农保啊 他65岁以后 就可以领嘛对不对 对 好 请问这个 陈主委 你申报的财产大概多少钱? 你个人 哇 我真的不太知道,因为都是我太太在申报的 有没有五千万? 五千万没有啦 两千万? 我的手头喔 有没有你的财产? 财产喔 两千万我住的 盖管的数字就好了,五千万有没有 没有 那两千万OK好 两千万 很感谢你为国家的付出喔 现在重要的是在这里 苏嘉权我算算的财产比你多耶 他这个农民财产比你多耶 然后农业守得税他都不用交耶 然后他年纪大了可以领老农年金喔 换句话说他是一个不缴税的苏嘉权 那以后他领了老农年金 老农年金就要钱从哪里来吗 广大的劳工阶级 要缴着税 所有的在场的媒体朋友们 所有军工教人通通要缴税 缴着税当一步要刮给老农年金 合情合理 但是如果像苏嘉权这么有钱的农民 这么有地位的农民 你告诉我说我们缴了税以后 让他每个月都可以领老农年金 你问他们服不服气 公平啊 台湾是一个公平的社会啊 我跟你承认 如果以后要叫我缴税 然后让苏嘉权领老农年金 我就不服气 这矛盾怎么解决 各位报告 我们现在你的方案啊 就是一方面照顾 有需要的农民的福利 对 百分之百应该照顾 第二 我们要需要符合社会公平正义 是的 那这样符合不符合社会公平正义 就他的case我没办法评论 好因为他也 现在不是 那但是 就现在的 65岁以上的农民 确实 有人 对嘛 我这是以苏嘉权这个例子 来凸显 来凸显 哎 那个盖豪宅农社不只他一个 能盖得起豪宅农社 你住得起吗 你问这再多多少人住得起 这个不叫公平 今天有一某个政党打广告 动不动就说好像我们欺负农民 政府欺负农民 但是呢 像这种 应该要排掉的巨富的农民像苏嘉权 你们却适而不见 我无法可说啊 我们台北市的劳工住了个二三十平的房子 要不叫土地税房屋税 要 需要的豪宅 土地税房屋税不用叫 你是告诉台湾人 那台湾人说 最有公道心的 听著说 好 农民柏 农民改革都敢 但是不可以作这种理由 不能用这个当理由 军工交流的劳僧阶级 是企业的员工啊 他 无恒铲来做这个事啊 靠了就一份薪水跟退休金啊 那你自營性質的不一樣嘛 那如果是農民的農業所得偏低 他無法在老人過一個好 政府本來就在照顧嘛 但是有些農民不是這樣子啊 像蘇家權絕對不會是這樣子的意思 你們就要怎麼樣 剔除 不然我們其他繳稅也繳錢 心裡不服氣 每一個人終身有個小小房子 從有房子繳一輩子的貸款不收 說還要繳土地稅、保護稅 你就叫我們怎麼服氣啊 都是勞工耶 也沒有其他有財產像蘇家權那麼多啊 你也知道嗎 你會叫他來手抓 他的家屬都蠻有錢的啊 也不是沒錢 對不對 人人都有啊 不是 我以以蓋之 我在討論一個意思說 我們現在齁 你有沒有統計過 我有統計數 不過我統計是太北縣的啦 農民是農業所得偏低 這事實無法否認 但是並不代表 所得偏低的農民 他的財產相對比勞工少 不是事實 你看看 新北市農會 農民的存款 因為 375減出 當時年代 農民政府給他很多土地 有的公共設施 蓋了 從政府拿到錢 有的是什麼 變更建地 私地充劃 他拿了很龐大的一個 一個補償回去 你看看他存款的金額 上千萬上億的一堆 當然南部就是比較吃虧 因為沒有這些 什麼蓋協運的公共建設項目 你如果這些農民 財產那麼多 只是因為農業所得偏低 你就把它定義成弱勢的 這個叫什麼 再不公平莫過於如此 你不能完全坦誤啊 說我農民 那我叫老委會出來啊 對不對 為什麼老公的房子 就要繳土地稅 就要繳房屋稅 沒道理嘛 對不對 那老公一輩子賺了一點錢 那還要繳個10%的 上班階級 每個人繳個10%的遺產稅 沒道理嘛 對不對 我們要對所有 台灣人沒有人 人質上的經驗都要公平嘛 不能因為 剛好碰到政治鬥爭 我要這邊請不要大一點 像他們的競選總幹事 吳先生講的 他要在南部拿票的 唯一的工具 就是農業政策買票 沒關係加碼 沒有問題 加1萬塊2萬塊都可以 但是像出家錢這種有錢的農民 排富條款就要實施 人間才有道理 他是農民身份 我不是質詢你 等下你當主委 我就質詢你 這個是最起碼的一個公平證 我是以蘇家賢 來凸顯這個政策的不合理性 一輩子的農業所得 通通不用繳稅 年紀大了 照常從其他勞工身份 去領取他們所繳的什麼 老農人金 他講的會天荒亂墜 為什麼你軍工教人員加薪 我沒有加薪說要跟著加 加應該加不能拿這個道理來做 拿這個道理叫絕對沒有天良 主委你怎麼不吭聲 我講得很好啊 我在聆聽 我跟你講齁 我分農人啦 我們到哪裡做產的啦 所以農業問題我累之一啊 我經過產啦 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哪裡 這種現象沒有人敢講啊 你有沒有叫主機出去查一下 台灣所有的農民的財產金額大概多少 營養存款數大概多少 有沒有查一下 有多少像蘇家前這種 豪宅農民 有沒有 你心裡有數嘛 我們有一定的這個資料啊 在分析 那要 比如說假如 要決定要排戶 到底排在哪裡 會有多少人影響 這個我們都會做評估 你們從所得去看 沒有從財產去看嘛 所得財產 我們都兩方面都會看 對嘛 從這角度啊 什麼時候可以定出排庫標準 我們答應啊 在上個禮拜答應 我們一個月裡面 會提出農委會的建議版本 過去沒有的排庫標準 現在就要拿出來 這樣對比純粹真正弱勢的農民 也才有公平嘛 你把那個有錢的農民 像蘇家錢的少發個六千塊 拿來保護財人 一萬塊都可以 這才公平合理嘛 沒有人會計較說 弱勢農民 應該六千七千八千 一萬 一萬二 都沒有關係 只要他是真正弱勢的農民 我們現在很多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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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獨這一塊沒有排庫 我想不通 然後 某政黨做廣告 好像每一個農民都那麼可憐 那如果這樣 我隨便做個廣告 每個老公都很可憐啊 上班族都很可憐啊 事實上很多農民打電話給我 他說 我們有很多農民啊 不需要 用這種 講得好 可憐 來 看待他們 農民也很有尊嚴 對 強勢的 種花 養豬 養魚 對 而且他們 百萬 年收入百萬以上 你就要把這種真相告訴全台灣農民 你有這個責任 全台灣的社會 才不會被他亂七八糟的廣告所煽動 然後等到選舉他金箱加碼 不分貧富 這對有錢的農民跟沒有錢的農民反而是不公平啊 應該把那個 該發給有錢農民的所有的老農人金 通通拿去發給那個貧窮的老農 總金額不變看加多少 這才是正確的制度嘛 國家財務才不會 讓那些繳稅的這些人 覺得心裡不平衡嘛 我這樣主張對不對 你專家可以批評我 委員講得非常對 就是用在所該用 對阿 補助所應該補的 該全部老農年金該花多少錢 訂出個總金額 再多都沒有關係 把有錢的農民 像蘇家錢的錢不要發 拿去給他真正的 很辛苦的 財產又很少的農民 這樣才人間有公道 台灣有公道 好不好 謝謝 謝謝